第四 横的收笔 怎样算好的收笔呢 一 是使这根写好的线条 更好看 可以通过 变动中线 来增加姿态 二是 收纸笔心 聚集尖锋 以便写下一笔 无需再到 眼台上 填笔 李豪 先说说变动中线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 一根线条 有三段 洗笔 形笔 和收笔 我用颜色 来标示 这三部分 洗笔黄色 形笔蓝色 收笔白色 一根线条 姿态最少 最简单 当然是这种 起笔 形笔 和收笔 三部分 排成一支线了 这个我们叫 一面封收笔 只有一个方向 不动手腕 从方向数字表示 就是 六 六 六 我前面讲过 在早期真书中 这种简单线条 很多 经常出现 你看 这灯黄写金 横线 基本上 就是一支线 这是 泰山 金石玉 金刚金 横笔 也是直线条 后代有没有人 钻写直线条的呢 当然有 比如这位 清代章鱼钊 就是一个 你看 这字字 是不是平直到 此话一样 以前经常 有人这么说 横平竖直 写出来 跟这个旗字一样 一点表情也没有 中线 是可以变动的 上一堂课 我讲了 好几种 习笔 比如 像这样的两面换 中线的姿态 就不同了 这条线的方向 从666 就变为 966了 这是 起笔三面换 79 但这里的行笔 和收笔 还没有变 在复杂点 起笔四面换 797 线条变化很大 我们想 起笔可以这样变化 那么收笔呢 当然 也可以 我从简单的说起 如果 起笔 行笔不动 把收笔动一下 向右下角 走 9号方向 这根线条 就成了 669 669 也是经常用到的 你看 字涌 争吵 千字文 声字的最后一横 就是 669 其实比较常用的 是 969 就是头尾 都变动一下 两个关节点 从头到尾 手腕运动 是 左右 左 但是 969 写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 上下的距离 比较宽 如果我们 改用 939 就是 行笔 向右上方向 那么 上下的距离 就比较窄了 969 和 939 都是常用的 这里 还要讲一个注意点 就是 一横收尾 有 尖峰到尾 和尖峰 不到尾的不同 我以 王羲之 蓝亭序 两个一字为例 你 仔细看 收尾 比较一下 就知道 二者是不同的 左边这一个 是 侧攻 错比收尾的 右面这一个 不是错 现在 我把中线 画出来 看起来 就比较明显了 左边这一根线条 最后 转九号方向 是 错比 错比 尖峰 路后 与 比 也就是 尖峰 不到尾 右面 这一根线 不是错比 转九号位 把尖峰 一直推到最后 我们称为叫 尖峰 到尾 这是两种 不同的效果 怎样可以使 尖峰 到尾呢 我在 二十一刻 讲过 尖峰的方向 和 手腕的方向 总是 相反的 我们就可以 利用这样一个 关系 来使尖峰 到尾 当 转入 九号位 时 手腕 尽量 向 左 迫使 尖峰 向前行 如果你 如果你手腕 向 左的角度 小 尖峰 就只会 走一点点 就是 左面 这个图 现在我实际 现在我实际示范一下 第一条线 笔尖 就拉到尾巴了 我们 我们已经知道 就会出现很多 什么动作 像这个 储随 梁 阴 浮 经中的 卓字 这一横 你可以看到 它的尾巴上 就是一个 圆点 你最多 只要 扭直 笔心 就可以 收笔了 但是 这个三字 就不同了 它 都是 撤峰线 你看 最后 这个 长横 我把它 中线 画出来 它是一个 三面 换 起 笔 然后 很长的 行笔 大约是 撤峰 两封笔 走完 之后 应该 就是一个 断笔 那我不想 它断笔 要 补一个 尾巴 应该 怎么 做呢 就是 把 尖峰 向前 移动 具体来 说 只要 手腕 向左 尖峰 就会 向右 这样 尾巴 就 补上了 不 摘 是 断笔了 你看 补完尾巴 就是 这个样子 有 有没有 其他方法 来补尾巴呢 有 你也可以写了 错 撤 臂子 后 先 收纸 笔 心 也就是 回到 五号位 然后 再次 向前行 这 就容易 多了 这种 先 退 回到 五号位 然后 从心向前的方法 在书法中 是常见的 你看 储随良音符经这个 字字 最后 一纳的收笔 明显 不是 一次 写的 它是 先 退回去 取 五号位 然后 写 最后 这个 先 王羲之 有没有 用过 这个 计法 当然 有 你看 王羲之 蓝亭旭 丑 字 你不觉得 中间一横的收笔 有点奇怪吗 如果 画出 中线 就知道 这也是 先回到 五号位 然后 再向前 补尾巴的方法 只不过 这是 动作 做的 大了点 这尾巴 是最后 装上去的 从中线来看 这 也是一个 三面画 这是 蓝亭旭中的 镜字 请注意看 上面 长画的 收尾 这 就是 收笔后 再向前 触封的情况 黄西字 蓝亭旭中 有 七个 一字 比较明显的 三面换 收笔 是 这一个 这个 一字 两头 都是 上面换 三面换 起 下面换 收 画出中线 就可以看清楚 齐笔 是 七 六 三 手腕 是 左 中 右 收笔 是 三 九 七 手腕 是 右 中 左 最后 这个 七 是一个 代笔 在 行草书中 代笔 相当多 这是 王羲之 二蟹 铁中的 蟹字 啊 二蟹铁 现在 日本 你看 右旁 这一横笔的 代笔 手蟹 手蟹 手腕扭动笔心 非常明显 收笔 三面换的走向 是 三 九 四 南亭序中 这个热字 一笔 拉得很长 最后 最后 也是走 四号方向 等于 掉头 写了一笔 现在 我把前面讲的 字 收笔 三面换 它们的中线 画在这里 第一种 用方向 数字表示 就是 三 九 七 第二种 用 方向 数字表示 就是 三 九 四 这最后 收笔 黄颜色 这一段 如果 扭峰 的角度 在 大点 去 左上 一号方向 那就是 三 九 一 这种 收笔 也是 大量 使用的 你看 蓝亭序 这个 无字 长横 它的尾巴 好像一个 扁圆形 其实 就是 一去 一回 形成 这个样子 这个 轻字 长横 收笔 更容易 看清楚 收笔 最后 向 一号方向 而且 还写出 横线的 界线 一直 收到 上面 年 年字 也是 收笔 收得很高 笔字 和年字 一样 这种 收笔 给我们 看清楚 尖锋 行手的 方向 不单 行草 书中 可以这样写 增书 也可以用 今天 讲的 有 五根 线条 一个 是 九 六 九 这第一根 写的时候 先写出中线 然后 再把它加出 左右 左 尖锋到尾 但是没有收 这个时候 你看 笔性还是弯的 因为没有 回去的动作 好 好 那个 这一种呢 也可以这样写 九 六 五 九 加一个五号位 加出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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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中间加了一个五号位的动作 就把鼻心稍微收了一下 那么 第三种呢 就是 九 六 九 七 三面换 那么 写的时候 这个是代笔 不用太粗 九 六 九 外面 七 七 那么第四种呢 就是 九 六 九 四 四号位 这个时候 那个笔心 就收得比较好了 因为它是反方向来 收了一下 看 九 六 九 四 四号 好 第五根线呢 是 九 六 九 一 可以收得高一点 一号位 左 右 左 好 收一号位 手向右 收一号位 这第五根线 那么 今天 课堂上 讲的 主要就是 这五根线 这五根线 们 reading 我们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